所以議長對今天他們才做這個黨籍的處分 你這邊有什麼之後會不會對選情有什麼影響 沒有什麼影響 我老早二月份我就已經宣布的 而且我一直強調胡色覺醒 無黨心更寬 無黨路更寬 而且我這這麼長的時間自從宣布參選以來 我每天馬步停停 以我的證件去取得選民的認同跟支持 他在二月份就已經把退黨申請書送進嘉義士黨部 也正式宣布退黨 那麼他為何要拖這麼久才來辦理 這是國民黨的問題 不是我個人的問題 捨不得我走嗎 他知道校長是個人才嗎 為什麼到現在才來處理 所以這是國民黨內部為什麼拖延這麼久他們的問題 這個我就不知情